哈喽,大家好,我是发野小马 那我在前几期的视频呢,就有说过 淡水鱼缸里面有Pandaraya这个鱼种 而在海水鱼缸里面呢,是没有这种鱼可以一放进去就让整个鱼缸干净的 但是,我们也常常说嘛 尽可能的让你的海水鱼缸能够像大自然里面的环境一样 那当然,所谓的大自然的环境,除了是说细菌也好啊 除了是说你整个水流也好啊 当然也包括了一些本来它天生就在清理着海洋的一些生物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吧 虽然我们海水鱼缸呢,是没有那一种就是放进去 然后就好像淡水鱼缸的Pandaraya这样让整个鱼缸都干干净净的 但是,确实海水鱼缸里面还是有各种不同的物种 是可以用来帮助你清洁鱼缸的 这些呢,我们在英文上面都有一个统称叫做Cleaning Crew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清洁工 那这种清洁工呢,我会把它分成两大类 一种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软皮动物类啦 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鱼类 鱼类清洁工的好处呢,就是第一,它不需要冷水机 也就是讲,你就算现在是一个FOT缸呢 也是可以养这个鱼类的清洁工 再来呢,就是一般上鱼类的清洁工 它在清洁完鱼缸的枣类 就是足够它吃的分量 已经清洁完之后 如果你的鱼缸本身枣类是不太够的 或者我们所谓的不够多的 那这些鱼类至少还可以跑去吃你的鱼饲料 那这种情况呢,就比较少会出现 因为没有食物而导致饿死的情况 一般大家所熟知的Tankfish呢 就好像有Yellow Tank啊 Blue Tank啊 Brown Tank啊 Silfin Tank啊这些 这些鱼呢,它在你的海水鱼缸里面呢 它都会在你的石头上面 一直不停地摇啊摇啊摇啊 其实这个时候呢,它就是在清理这石头上面一些 比较小比较短的一些枣类 但是Tankfish呢,本身有一个蛮大的缺点呢 就是如果你是养着Apple Tea港 因为没有冷水机啦 而且你的水质也没有很好啦 所以就会导致到这个Tankfish呢 可能你越养颜色就越淡 Elke Coppy呢 一般上很多人在养水的时候 或者是前期的时候 都会放一只两只进去 那它的名字也说得非常非常的直接了 Elke Coppy 就是一个专门吃枣类的Copy 这种鱼呢 它都能够帮你在玻璃上面吃一些青苔啊 在石头上面吃一些青苔 但它还是有一个缺点的 而我觉得这个缺点蛮个人的就是丑 因为这个鱼其实远看上去 它就是一条Copy 然后它的颜色像石头这样 再来呢 其实这个Elke Coppy如果大支了之后呢 其实它游泳的时候 会不小心推翻你的一些珊瑚 所以也是要稍微注意这一个缺点 Sankfish本身里面也是有好几个品种 而我个人蛮喜欢的一个品种是Golden Peck Coppy 所以这种鱼呢 它都是会在你的底沙上面生活 然后也是常常会清理你的底沙 会稍微的 你会看到它吃一点底沙 然后在它的塞突出来 它就在吃着那个底沙里面的一些有机物啊 吃着底沙里面的一些鱼啊 吃生的饲料 但是它的缺点其实也是让蛮多人接受不到的 就是它本身会在它的底沙上面做窝 也就是说 它可能在一个很平的底沙上面 可能就会挖一个小洞出来 或者挖一个小坑出来 然后它就会生抹在那边 所以就会导致到一些鱼缸上面的底沙 看上去不平均 所以有些人是接受不到这个东西的 Rushfish是我自己本身蛮喜欢放在海石鱼缸的一种动物 如果好像Dr.Rush这种鱼呢 它就会吃一些鱼身上的小型寄生虫 但是要先说明哦 是好像一些基本在皮肤表层的寄生虫哦 不是白点那些哦 所以Rushfish本身会吃一些这样的寄生虫 再加上这种Rushfish 它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是钻进沙底的 而且蛮多的Rushfish呢 是在沙里面找一些小虫来吃的 所以它本身对于你沙底 以及你鱼身上寄生虫的清洁工作 它是有办法帮助的 但是它的坏处也就是它的这个食性 因为Rushfish本身是肉食动物 它吃这种寄生虫啊 或者吃一些小型虫类啊 它都是肉食性动物 而这种肉食性动物如果你处理不好 其实这种鱼相对会比较凶 而且有些品种就算可以放进沙古钢 它可能也会攻击一些好像snail啊 一些slug啊 一些clam啊这种 可能有咳或者没有咳的一些软体动物的 而且有一些的Rushfish是完全不适合养在沙古钢的 所以想要养Rushfish的朋友呢 也要稍微的注意这一点 那如果在养鱼之外也有冷水机的朋友呢 当然你的选择就会多很多 我们就可以开始放入一些无脊椎动物 也就是我常常说的一些比较软的那种动物 一些软体的动物 其实非常非常多的老手也好啊 还是新人都好啊 都一定听过Turbo snail这个物种 这个Turbo snail呢 是非常多人会在养水的时候 就尝试放一两只的Turbo snail进去 所以这个Turbo snail也可以在好像包藻之后 当你的藻类的成长速度变慢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Turbo snail在慢慢的清洁着你整个鱼缸上面的石头 但是Turbo snail如果你要达到一个相对看上去 蛮有效的环境的话呢 你可能就需要的数量相对比较多 所以当然也要取决于你的鱼缸 如果你的鱼缸是很小的 只有一两颗石头的 可能你放一两只是足够的 但是如果你的鱼缸本身好像 我家的鱼缸是四尺的 又或者是有些人养到六尺养到八尺的 如果你再放一两只是绝对不够的 你就要相对来说放多很多 好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第二个 无脊椎类生物呢 就是我们日本餐里面 常常出现的海胆 那在这里也要说一下 比较推荐的是一些短毛短刺的海胆 并不是那种常常吃很细 然后很容易砸伤人的那种海胆 海胆本身在大部分鱼友的讨论里面呢 都常常会出现一句话来形容它 就是反走过壁流痕迹 因为这个海胆本身就是 枣类主要是它的食物来源 所以只要它经过的任何石头啊 或者任何地方啊 你都可以看见完全被它吃干净的痕迹 一整条路你可以看得到它们的前行轨迹的 但是海胆本身有两个蛮严重的坏处哦 第一就是因为海胆本身呢 是到处都可以粘着不同的物体的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海鱼缸里面 有一些比较小的珊瑚没有粘着 或者我们所谓的一些小的thread呢 它就会被你的这个海胆粘着到处走 所以也有可能导致到它刚好移到去一些灯光 照不到地方 然后你那个珊瑚就会粘在它的背上 就这样慢慢死掉 第二个呢 其实就是海胆本身也会吃盖藻 就是我们所谓的purple outgay 因为purple outgay本身也就是一种藻类 而藻类本来就是海胆的主要食物来源 所以海胆也会吃盖藻 是并不出奇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个人并不会太过去推荐一个新缸放入海胆 因为你的新缸里面 你的盖藻可能还没有养得很成熟 这个时候你再放海胆 它就可能把你刚刚生出来的盖藻 就这样被它吃掉 但是如果你的鱼缸里面 你的盖藻子已经非常非常成熟 整个鱼缸看上去都非常非常的稳定了 你就可以放这个海胆下去 就算被它吃掉了一部分的盖藻 很快那个盖藻也会生回去 再这样的话呢 我就建议你们可以放海胆 因为它确实清洁工作是做得非常非常到位 C-Head Slug其实很多很多的鱼 我都知道它对毛藻是特别特别偏好 就如果你鱼缸里面有很多 我们所谓的Hailgate 就是毛藻类的这一类青苔的话呢 那你如果放一只C-Head Slug下去 你就会发现一般上在一两个星期内 这些毛藻都会被它吃完 而且这个是我个人啦 我个人发现就是 如果你的鱼缸有出现一些比较轻微的 Slam Algae问题 以及一些Brown Algae的问题 其实C-Head Slug也是能够帮你解决掉这一个问题的 但是C-Head Slug本身有两三个缺点啦 第一个是它对水质也相对比较敏感 我也听说过非常多的鱼有是养不活这一个物种的 第二个是我也有发现 如果你鱼缸的藻类是不多的 那有可能这个C-Head Slug会因为食物不够而死亡 再来是它们跟Algae Coffee一样 其实都是蛮丑的 而且这个C-Head Slug在你的鱼缸里面看的 它就像是一个会动比较软的石头 好 再来呢 这个就是Sand Shipping Star 就是我们所谓的沙海星 当然说到它是沙海星 你们就可以知道它主要的工作就是帮你清洁你的底沙 但是其实有越来越多的鱼有呢 是不喜欢用这个Sand Shipping Star 本身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清洁工作确实也是相对比较有限 第二是海星对水质的要求其实也蛮高的 所以如果你的水质稍微不太好 其实这个海星就很容易出现一些烂尾的现象啊 出现一些死亡的现象 说了海胆说了一些海兔说了海星也不能忘记其实我们的海水缸里面呢 我们也会养蝦类就是我们所谓的Srim 如果我要解释整个Srim的品种呢是非常非常多的 有些Srim本身就好像Dr.Srim这样 它会在鱼身上吃一些小型的寄生虫 一些皮肤上面的寄生虫 基本跟Dr.Fish的工作是差不多的 那当然也有各种不同不同的一些小虾 好像Perpermine Shrimp Boxing Shrimp 都是各种不同的虾 而只要是Risk Safe的虾 它在鱼缸里面 其实我个人觉得都有一个很好的作用是 当你在投食的时候 你鱼只吃不完的鱼料 钓到去抵杀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你的鱼是并不会去把它吃得干干净净的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很多的这种小虾 Dr.Srim啊 Boxing Shrimp啊 这些就会开始跑出来 就会把你吃不完的鱼料全部开始吃吃吃吃 然后你的鱼缸里面就会相对干净非常多 但是鱼类其实也是一个蛮敏感的物种来的 所以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养鱼来帮你处理一些 我们所谓的鲜鱼的鱼鱼 或者是一些鱼身上的小型寄生虫 那可能你们在把它放进鱼缸的时候 就要做好一些Dripping的工作 在说了那么多那么多的清洁工之后呢 我还是需要告诉大家非常非常重要的几点 第一就是无论什么清洁工都好 如果你本身鱼缸的系统是不好的话呢 其实我会说再多的清洁工都没有办法弥补你系统上的不足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讲 清洁工的主要工作是在你鱼缸系统良好的情况下 能够帮助你减少这个鱼缸需要维护的次数 以及减少这个鱼缸需要维护的困难度 所以千万不要有那种 我只要放了这些清洁工进我的鱼缸里面 我的鱼缸就会变得非常干净 这种想法千万不要有 海海水鱼缸要干净呢 其实更多更多要看的呢 是你本身好像protein schemer 能不能有效的把你水中多余的蛋白质打出来啊 或者你水里面的NO3啊 PO4啊能够控制到怎么样啊 以及你的水流 有没有办法让你的整个鱼缸里面 不会有太多的残留的死水啊 这些东西都能够很好的帮助你整个鱼缸变得更干净 而这种时候你再加入一些清洁工 你就可以让你的鱼缸更加容易去我们所谓的维护去maintenance 我永远还是那一句 就是如果你要养鱼 千万不要想着我能够把鱼放在家里面 就可以完全无忧无虑的天天在看鱼就好了 它们是个生命 它们需要你对它们负责 它们也需要你们的尊重 如果你们真的非常的懒惰 不想要照顾的 其实很多的鱼店都有provideease and maintenance service 你们可以去问一问他们 这样的话你们就可以在不工作的情况下 也有一个鱼缸可以让你们消遣 好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我们一起养育愉快 我们下期见 拜拜